这是之前收了粉丝的东西 然后卖出去的12枚 铜卷的东西 就是圆卷保存的 两枚三角圆 都是三角圆 一个给53 一个给62 其他的全部圆壁退回 不适合平息包装 公勃 公勃平的 我先不那什么 等后期给你们看看这个操作 我这个公勃不给劲 我试试另一个公勃 这都是三角圆 在我看来 这都是傻开门的币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很傻很傻很开门的 我给你们看看边吃 给大家相当于 也给我留个证据吧 到时候也给那个 买东西的客户留个 有个交代 这是那剩下的师妹 在我看来 可能我学艺不精 在我看来是傻开门的币 傻开门的边吃 北京公勃没给劲 我留个证据 到时候 如果其他公勃给劲 到时候我再找他去 要说法 先记录到这 给大家看看那师妹 北京公勃不给劲的 我又送了云南公勃 我也没有提前打招呼 什么什么的 都进盒了 虽然给的分数不好 又给清洗的 什么的 但是他已经从 北京公勃的话 不给进盒 说是假币 这十枚 这可就一万多呀 这可就差多 一下就差大了 大家看看啊 还是不是那些币 给劲点 还是那些三角元 这五零 这零二 说清洗 不管是给零二 还是给多少吧 但是他进盒了 最起码 一真一假 那说云南公勃水平不好 他们乱平 还是北京公勃 什么情况 你说这玩意儿咋说呢 不进盒跟进盒 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那如果是普通的 普通的人 他自己对这个东西 他没有一个真假的衡量的话 你北京公勃给假币 他就当成假币了 就给扔了 这就是 这是什么呢 这造成的损失 是该谁负责呢 别人相信你公勃 才会送给你 你来个不负责任的 贫瘠 导致的损失的话 谁来负责任 对不对 从不进盒 到现在进盒了 大部分都给了个零二清洗 这个倒无所谓 我首先 因为那个币本身 就是大开门 就我这种水平 都一眼看 就傻开门的币 怎么到北京公勃 就成了假币了 很纳闷 到云南公勃 又给进盒了 这又什么情况呢 我本身不想说 都说支持国平 支持国平 你我卖出去的 你对我造成的影响 我卖出去的东西 傻开门的东西 人家客户送北京公勃 说不对 给我退回来 对我的声誉 对我的名誉损失 包括这东西 我为什么要北京公勃 你不进了以后 我再送呢 我因为我能确定 它是真的 你一个评级公司 真不知道说啥了 我都不知道 这视频发出来以后 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前提是 你们先对我造成了影响 对不对 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